歡迎收看新聞深喉嚨 挖新聞 挖真相 挖內幕 有多深 挖多深 在就職之後 韓國瑜市長嗡嗡嗡的日子 沒有停過 而他不分藍綠 包容所有人的風格 也依舊很鮮明 今天他的行程是去拜訪 選前力挺陳其邁的 幾家科技業者 包括了華邦店 包括了國劇 包括了日月光 希望他們未來 也能夠繼續力挺高雄 而台大校長的政治鬥爭大戲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落幕 昨天監察院 在以陳詩夢為首的英系監委 通過了管忠明的彈劾案 理由是管忠明擔任 國發會主委期間 還寫專欄拿稿費 不過拿稿費這件事情 在大法官會議已經解釋過了 並不違法 這齣長壽劇 難道一直要拖到2020 才能夠完結篇嗎 節目當中深入探討 介紹今天節目來賓 前行政院發言人鄭麗文 大家好 政治評論家沈富雄 大家好 高雄市議員陳麗娜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王宏威 社群好 大家好 國民黨立委王宇敏 大家好 新北市議員唐慧玲 紫森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黃指責 長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韓國瑜 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有一些行程 還被媒體記者發現 在打瞌睡 整天嗡嗡嗡嗡嗡嗡的 到處的工作 今天的行程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拜訪一連串的科技業者 而這些科技業者 統一的特質是 他們在選舉前 通通都是挺 陳其邁的 華邦店 在去年的10月3號的時候 高雄的12寸晶圓廠 動土典禮 他請的是陳其邁 擔任貴賓 陳其邁說 感謝華邦店 願意相信高雄投資 3350億來建廠房 接下來他去拜訪國聚 國聚的董事長陳泰明 跟他的會面當中 國聚也是在選前力挺 陳其邁的 陳其邁說 陳泰明是我在雄中的學長 所以力邀他回高雄加碼投資 而且他說的時候不小心 還把國聚的股價給說錯了 300多說他已經是800多了 國聚決定要在高雄投資7.9億 後續還要繼續投資將近100億 也去拜訪了日月光 在日月光在選前 也是挺陳其邁的 昌前生願意持續投資高雄 代表他有眼光 未來願意做日月光最大的靠山 這都是在選前力挺陳其邁的 三個企業 這麼重要的企業 今天韓國瑜一一的拜訪 希望他們未來也繼續力挺高雄 不分藍綠也絕不秋後算帳 這是韓國瑜在選前的承諾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在昨天 所謂要請李鴻元來擔任高雄治水 顧問的這件事情也有了第一步 昨天李鴻元陪著韓國瑜 開了一個記者會 要如何為高雄治水 去年的823大水5000個天坑這件事情 還是高雄人心中最大的痛 前內政部長李鴻元昨天說 現在怎麼幫高雄治水 第一個目標就是下水道的清淤 他還建議說 韓市長在清淤之後 要自己親自走進下水道 呼籲民眾一起維護下水道 他說現在下水道裡頭有沙發椅 有摩托車 有床墊 李鴻元怎麼知道有這些東西 這也是滿奇怪的 有什麼透視的方式可以看到嗎 當然韓國瑜對於李鴻元 能夠來協助治水 也非常的高興 他還承諾說 好吧 我跳完愛河之後 我去游游下水道 等到沙發 摩托車 床墊都清完之後 韓國瑜自己要去下水道 看一看 另外還有一個好消息 對這個運動迷來講 非常重要的魏全龍 可能要在高雄復活了 魏全龍消失在台灣的職棒 已經很多年了 現在傳出來 點心集團有意要申請新的會集 讓魏全龍復活 教練還鎖定了王建民 黃平洋 跟張泰山 張泰山立刻回應 如果能回魏全龍打球的話 做什麼 他都願意 魏全龍會不會是高雄的 未來的職棒球隊 這也是高雄人 應該會非常期待的 做這麼多的事情 這是韓國瑜的風格 只是說最近他的很多施政 也被評論是說得太多 做得太少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的確是還蠻有步驟的 立文怎麼看 我覺得企業家其實都有一本自己的政治學 你在台灣如何生存 有些企業家他是可以完全不甩台灣的政治人物 如果說他的企業其實不太需要官方的 就是說不一定是照顧 就是說有時候要看官方的臉色 不能夠得罪官方 有些企業家他可能自己本身的意識形態非常的鮮明 譬如說顏凱太 他就是一個很大 就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是深藍的 所以綠的也不要有幻想 他的表態是非常清楚的 當然也有那種意識形態很深 很深綠 然後很支持綠的 我覺得更多的可能就是一般的務實的企業家 那這些務實的企業家他們第一優先 當然是希望自己的企業能夠順利 他自己的投資能夠順利 那麼這個民不與官鬥 有時候大家看到很多的大財團 大企業好像很威風 可是民不與官鬥 如果說政府要給你刁難 要難過的時候其實也是很難過的 所以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的原因就是說 大家講到很多的這些企業 高雄正是一個惡名昭彰的例子 我說的是過去民進黨的高雄市政府 包括譬如說義大集團在內 我們聽到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這種不配合 不力挺的話 就會有各種的刁難了 那就會有各種的麻煩了 對一個企業來講 我剛剛講了 民不與官鬥 有時候你幾百億的投資就變成了廢鐵了 所以我不知道像陳其邁說的這幾家 有幾個是真的跟他有交情的 還是說只是要不能得罪官方的 或是什麼樣的 像日月光就有一半一半 我也不敢說得太白了 但當時他們也是因為要被罰 所以趕快跟高雄市政府交好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有時候企業是需要有企業良心 但有時候企業在台灣也很難為 比如說很有名的就是趙騰雄的例子 我覺得這兩邊都要有責任 但趙騰雄的意思又說 我如果不行賄的話 我講的不是巨蛋 是桃園的例子 意思又說 當政府官員要求他給錢的時候 你作為企業的你到底要不要給 如果你不給的話 你可能更麻煩 你可能要賠更多錢 有時候對企業來講 就覺得那就花錢消災 這次都已經牽涉到犯罪 如果沒有犯罪情形平常選舉的時候 政黨都很需要錢 政治人物都很需要錢 那你要不要捐 這不是捐而已 你堂堂一個這麼大的企業 你要捐多少 對方才會覺得你有誠意 這些其實我覺得 對台灣的企業家來講 我們以前在看陳水扁王朝的故事的時候 最精彩 這些企業家怎麼樣跟扁嫂互動 很多皮箱 然後我就說的 你送的珠寶 你送的錢不夠有價值 人家會覺得說 你是把我對不對 拿就換 看成什麼 對 所以我覺得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企業出問題的時候 其他的企業家 都會出來幫忙發不平之名 因為他們會覺得 我們就是好好的做生意 在商場上 我的生意是不是能夠成功 是靠我的本事 或者是靠我的運氣 政府其實能夠幫的忙很有限 但是政府如果要拐我的話 政府要打擊我的時候 我就吃不完兜著走了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企業 當然就是與人為善 或盡量低調 我第一個 所以我在想說 我不輕易的幫任何企業掛上 說這個就是綠的 這個就是藍的 有時候其實他們只是一個求生之道而已 他們有他們的不得已 或者是說 你現在換民進黨執政了 很多公總的大佬們 我也不覺得說 大家就說他們因為這是藍的 所以今天就對我蔡英文不客氣 要求我怎樣講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 有很多的企業家 他的企業夠大的時候 他對投資環境 他是有他一定的看法的 他對這個環境他是有了解的 像以前王永慶在的時候 不是很喜歡 像萬元書等等的 他其實是對這個企業的投資環境 他有他專業的看法的 那麼他會給政府建言 不是說政府要照單全收 但是你是不是應該給企業家 一個友善的環境 而不是一個讓企業家隨便的環境 就是說任由企業家怎麼樣 予情予求 當然不是這樣 可是你也不能讓企業家 要投資的時候望之卻步 那這些東西就 因為現在是個全球化的世界 他不在台灣投資 他可以在很多地方投資 他不是非來台灣不可 但是對於台灣的感情 對於台灣的方便 台灣的一些優勢 他們願意在台灣投資 所以在高雄 我覺得今天韓國瑜也是一樣 起碼他帶動了一個風 這個風是很不同於過去一二十年 的是要求政治正確 政治先正確 再來談經濟 那韓國瑜起碼非常強烈的 給他一個很強烈的message 政治正確不重要 笨蛋 問題在經濟 不要再搞這些無聊的政治 搞得大家烏煙瘴氣的 我們全力的來拚經濟 高雄人需要榮景 高雄人需要工作 高雄人需要賺錢 企業家當然高興 當然希望說不要再拿這些 亂七八糟我們不懂的政治 來要求我 我只想好好做生意 好好賺大錢 如果有一個友善的政府環境 他們當然是很樂意跟他 我甚至於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突破藍綠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企業家嘴巴不講 有時候嘴巴也是講的 實際上講的 他們對所有政治人物 他們都接觸過 也都拿過他們的錢 我是說政治捐獻 他們心裡也都知道 是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是什麼貨色 是什麼樣的咖 只是他們也不好意思講 對不對 所以都在所有的政治人物面前 好像矮一劫 我覺得這些也是非常 不正常的現象 韓國瑜create這樣的一個氛圍 這樣的一個環境何其容易 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應該要好好珍惜 這樣的一個環境 看能不能鼓勵 大家對於台灣 尤其對高雄這樣的一個地方 有更大的信心 我只補充一個就是李鴻元說 到時候市長到校水道不用遊 他可以走 以前馬英九去走過 很有名的 最早走進下水道是沉水扁 對 所以說 其實因為台北市鋪得非常的好 所以台北市不會積水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台灣有很多 其實不是因為像海岸線那邊 像嘉義 雲林有些地方 因為海岸線那邊過低 所以海水倒灌的淹水 它其實台灣很多都市的地方 它是積水 所以是因為你的排水系統 做得不好 是因為你的城市 不是一個海綿城市 所以他講這個下水道 我是非常贊成的 我也認為 因為以前的政治人物 放煙火大家都會看到政績 半碗會大家都會看到 下水道沒有人要坐 然後如果不淹水 大家也覺得理所當然 也不會因為這樣就感謝你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的確是台灣的城市的品質 提升了一個非常根本的基本功 所以我也支持韓國瑜好好幹 他剛才的立文講到 就是過去的高雄市政府 跟義大之間的緊張關係 大家都知道 包括義大還在2016年 把他的棒球隊職棒給賣掉了 也不想在高雄繼續生根的感覺 所以對於高雄的企業 跟過去民進黨政府的血淚史 莉娜這邊應該可以補充很多故事 我覺得剛剛講的這個幾個廠商 真的是很有趣 就是這個都是在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陳菊一直都對高雄市的民眾講說 他的招商非常的厲害 簽了多少的MOU 可以創造多少的工作機會 可以創造多少工作機會 每一次的市政報告都是這樣子 但是每四年 四年結束的時候 還是一樣 肆月率還是很多 對不對 高雄市的這個中低收入戶的 這個多到12萬的人口數 其實它是等於是六都裡面最嚴重的 所以高雄市的經濟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是沒有更好 只有更差 所以像這幾個廠商 我舉例這個日月光是惡名昭彰 在全國來講 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的確他放了廢水 到了後進西就是一件不對的事情 因為他沒有通過申請 但是請問一下他前面有沒有申請 後續現在大家再來談到這個問題 其實就很微妙的就是 從來沒有人去檢討 就是說日月光這麼大的一間公司 為什麼他不按照合法程序來申請 怎麼沒有人問這問題 是不是 為什麼他要去偷牌 他有兩個管 一個是海放管 一個是核放管 如果說他海放管 他都可以中央都承認說 他海放是合法的 為什麼核放不能合法 但是沒有人知道 他其實也去申請 但是高雄市政府遲遲沒有准他 一家公司他能夠容忍 就是說他裡面的這些 含有酸性的這些廢水 能夠放多久 如果放到不能放的時候 他要不要排 政府都還不准他 那該怎麼辦 我覺得偷牌 他從事政府那時候 為什麼不准他 然後去檢查他排的水 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 當然這中間前面 有很多的傳聞 例如有人說過 譬如說是不是政治獻金 有點不太夠的問題 類似有人談過這個問題 但真的這個已經沒有辦法查 但是回頭再看 怎麼那麼巧 當他偷牌的時候 外面就有人等著他要開單 真的好巧 好 沒有關係 這間公司真的是從善如流 因為後面他又做了一個廠 那也是專門處理 他們的廢水污水的 然後之後就變成了 一般的可以排放標準的水 在排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陳菊市長非常的賞臉 他到現場 就是等於他那個 排放污水的這個處理場 他到現場的時候 他就喝了一口那個水 但是很抱歉 他其實他不符合飲用水標準 他只是排放水標準 請問一下他喝的那杯水是什麼 事後我們就打電話跟他問說 這水不能喝 市長到底喝什麼水 他說沒有 市長是喝旁邊的礦泉水 但是新聞裡面沒有講說 他喝旁邊的礦泉水 只是說他在那裡喝了一口水 是 那是不是表示就是說 他其實他也幫日月光 做了很大的面子 從前面的那一種樣子 到最後給他那麼大的面子 只是張前生也就夠了 就是說他的事業 可以在高雄市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底下 他依然可以存活 表示其實真的就是說商人 在這一方面的這個 這個彈性是很大的 非常的大 所以選前可以挺陳其邁 現在都挺韓國瑜也沒問題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覺得他挺韓國瑜 他可能會覺得更開心一點 因為市長他曾經說過 他開大門走大陸 讓所有的廠商可以進得來 而且投資的部分 他一定是當投資小組的召集人 希望能夠在招商上面 能夠有好的成績 有一次我去見他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現在來高雄市 談的國際間的投資公司 其實非常的多 國內其實也有 在電視媒體上面曝光 我們不斷的看到 就是有那種什麼 100人以上的什麼上市櫃公司的 老闆來到高雄市 還有國外來的 各式各樣都有 市長就講過他無所求 他真的只是希望高雄市 這塊地有很多人進來 而且能夠真正的為高雄 帶來財富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的確跟以前的環境 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再拿一個例子來比好了 高雄市其實有一個 跟陳菊非常友好的一家集團 他們有經營一個叫做 漢神巨蛋的百貨公司 好 那你就不用講一個集團 好 某集團 這個我在講 漢神巨蛋是這樣子 當時的確在那個時空背景裡面 我們蓋了一個巨蛋 然後又蓋了一間百貨公司 其實去支撐他的經濟的 整體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當時的合約裡面 事實上第一 沒有權利金 第二 他的稅金繳出來 其實就只夠繳我們的地價稅 所以對高雄市來講 其實已經是賠錢 在做這件事情 為了要讓他能夠蓋得起來 但是到了前兩年的時候 漢神巨蛋的營收 已經到達了100億 所以我們當時就提出來 就說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應該要做點回饋 因為跟當時的合約內容 已經不一樣了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再來談一談 但是從我們的新聞局 到市府的內部 一路上面 從我們提出來之後 從來沒有人要談這個問題 我們講了這件事之後 他們就這樣子鴨雀無聲 所以對於這樣子友好的廠商 其實對於在高雄市來講 其實就是我覺得他 大概不會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現在會繼續要求 韓國瑜市政府跟高雄巨蛋 要一點權力進回來嗎 當然要 是不是 我覺得像這樣子 是一個企業責任 當他賺錢的時候 他應該要回饋給社會 做一點事情 這是應該要的 所以不論是怎麼樣 這個標準是 全部開放給所有的廠商 讓他們知道高雄市的投資環境 是友善的 他不會用其他的方法來讓你 是在一些本來應該合法 變成好像不合法 像這種我們也遇過 譬如說我們的朋友 在工業區裡面 買一塊合法的土地 然後蓋一個合法的廠房 但是他拿到使用執照 就可以拖三年 像這麼長的時間 他損失了 從日本來的訂單 大概有7億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情形 他是他對於高雄市 是自己內部的廠商他都不照顧 他只在乎自己人 他對於就是說不是自己人 然後是自己的市民 他真的有那麼在乎嗎 我期待就是說 韓國瑜市長 他上來當市長之後 讓所有的這些應該要開放 甚至應該要更友善的 面對所有的這些投資人 讓他們能夠進得來 然後讓高雄好好的經營 只要是這種 應該要給他的配合 合法的部分 都應該要全力去協助他 所以韓國瑜拼經濟 如果能夠排除 所有政治干擾因素的話 跟過去的高雄 會有很不一樣的狀況 對投資者來說 也是一個好事情 大老你有信心嗎 難說 因為現在韓國瑜 全台灣的人都在看 人在屋野下不得不低頭 還有真的就是名不語彎鬥 我沒有名其妙 吃你那麼多罰單 日月光他雖然他最後 他最後是被判有罪 可是那個立大也很清楚 他的罰款 他那時候是天價罰款 超過一億的罰款 最高法院最後做成什麼決議 高雄是要還給人家 國民黨最得意的就是新北台中跟高雄 就得到很大的勝利 所以他的支持者 或是他潛在的 或是一直是存在的對手 大家都在看 看你有沒有搞出一個名堂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他不笨 他恐怕還比一般人來得機靈 所以我們這樣提醒他說 我們為你擔憂 他其實心裡說不必了 我當然知道 所以韓國瑜這次選得那麼漂亮 那麼好看 讓民進黨十分的真的傷到骨子裡頭 我覺得他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充分的發揮著所謂妙口文化 那妙口文化 你們這些年輕的也許都已經沒有看到 我小時候這個是晚飯以後 妙口文化就是免費的 甚至是廉價的 一個臭熱鬧的 然後去看個半小時回來 就好好洗牌手好東西睡 你說妙口的什麼布袋戲 不是 就不是布袋戲 他是基本上他在賣藥 他是在賣藥 但是他要賣藥 他一定要讓人 人群 要人進來 然後藥賣得出去 他的人如果不達到 一定的水準的話 他妙 藥沒有人賣 所以他一定要怕勒怕垢 蝦羅達股 趕快看 萬塊 萬塊一盤 輕輕鬆鬆鬆 人就睡著了 小孩子都急在前面 等到他真的要賣藥的時候 其實人都會走開 因為大部分都覺得 我不需要那個藥 還有很多人不相信 就是在地板上擺的那些藥 所以他賣了 他開始前戲 這個前菜 就那麼多人來了以後 他又撐住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等到開始要 開始要收錢的時候 這些人不能散掉 這是要看本事 所以韓國瑜選舉的過程中 所謂愛情摩天輪 變成愛情的產業鏈 或者是說招商賠稅 或者是非常廉價的醫美 這些其實都是錢菜 他現在就是說 這些錢算不算數 如果算數的話 他就要把它轉變成 裡頭正式要賣藥的部分 我是有一點懷疑 這些東西要曬麻 要轉成正式的賣藥 或者是醫美的部分 他就看了一次高雄長庚 也沒有下文了 所以這些都很不容易 現在好像已經有一些 健檢團自己來了 對 把這些都 我認為都很不容易 我們當然希望他成功 連陳其邁都不敢說不希望 現在我們朝野 有一種很詭異的氣氛 就是政治就是零 經濟就是一百 那也是鬼扯 因為當你強調說 我們兩岸這些都可以擺下來 都可以不去談 那個就是很政治 那個怎麼是政治零 那個政治是很高的 大家不要互相 我跟你講 習大大也在北京正在想 你們這些台灣人靠這一套 竟然還呼嚨得有那麼多的選票 竟然沒有政治通通搞經濟 竟然還要我來買你的東西 我還要放觀光客到台灣去 習大大說這還得了 這我有一天收復台灣的話 都來這一套的話 那我怎麼統治台灣 他剛剛聽你的廟口文化 他應該有點懂 他會進進去 習大大也不會比韓國瑜笨 所以他現在 他曉得這個要撐住 所以你看他的官傳局局長 就這一套很厲害 他花樣真多 窮瑤也來了 誰都來了 還有玉愛河 天作之和 這一連串都有 這個就是要撐住的場面 但是韓國瑜知道 他一定要有煮菜 而且煮菜這短時間不會有效果 但是一年兩年大家總要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結果 其實不能等一兩年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 這個2020的選情 有一大部分是要看韓國瑜的 如果韓國瑜還算可以交代的話 國民黨這口氣可以一路言下去 如果韓國瑜到後來 到一年下來什麼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要比韓國瑜更緊張 所以他下去拜訪這些企業 我認為國劇 日夜光 華邦店 據我了解 這三家公司的老闆 一點都不虑 這些公司如果你要看看 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政治傾向 我都認為他們還算 那為什麼選前都挺成其邁的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 這剛才他已經講了 因為 不得不低頭 因為民不與關鬥 所以他譬如說他就一絲一絲 投資幾億 也無商 也無仿 所以這些我認為都是偏然的公司 所以韓國瑜還是從最簡單的入手 因為這個什麼鮑魚 魚翅在後面 所以他現在要去訪問這三家 其實有互盤的味道 互盤 要固盤也好 互盤也好 因為這三家都公開的 已經給你陳其邁了 你總不能說陳其邁落選 我當選了 你們的身家都跑掉了 都說不算不算 就好像郭台銘在 所以用陳其邁綁住這三家公司 不是 你看郭台銘在威斯康辛 有的時候說他要砍半 砍三分之一 政情不一樣 地方不配合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郭台銘要來 所以韓國瑜當然要把這三家 已經答應的 算是陳其邁的 陳其的 他要互助 這還要跑掉 都要去寒慢 你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所以這三家不會那麼白白 他一定說我答應的一定有 不會少 還會加碼 而且再加一點讓你好看 我覺得都不排除 我覺得對韓國瑜最大的挑戰 就除了這三家以外 更像樣的 更大規模的 能不能因為你韓國瑜 這樣的市長而進來 因為平坦你講 這三家所做的東西 第一位還可以 什麼國劇 日夜光 他們其實他們的科技的層次 都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如果能夠在這三家以外 找到以前對民進黨政府沒有承諾 而現在因為大家都看好 就進來了 而且那個規模 推薦幾個名牌讓他找家 而且規模更搭 金額更多 那就是成功了 但是這些從答應 通過環評 通過什麼什麼 一路到真的有成績可看的話 恐怕要到第三年 這個恐怕都緩不濟集 但是韓國瑜還是要做 因為不做不行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要選機 大家要說會當選 還要做事 你看 你選前答應的 承諾的 打得最熱鬧的 你現在就在承受你當初 把他搞得那麼熱鬧的後果 我認為韓國瑜是很辛苦的 而且我看韓國瑜的健康狀態 並不是百分百 我覺得他還是要稍微休息一下 不要老婆說 那些那個感冒 可能還沒有完全元氣恢復 不是 他就要挑愛河 老婆說 所以你不是一天到晚 都在愛河裡頭 像這樣就不要雙倍愛河 你知道嗎 這個身體不好 不過到底韓國瑜 會不會在拚經濟上面 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在市政上面 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其實大家很期待 不過剛剛大佬也埋了一個伏筆說 到底能不能成功 還有問號 因為其實在韓國瑜當選之後 一些反韓的勢力也不斷的集結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意見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兩則報導 都是非常奇葩的反韓報導 這則報導是因為 5000個天坑 是高雄市民心中最大的痛 這則報導說 在韓團隊補動 沒想到美滿月又破 品質遭到質疑 新聞其實是 韓國瑜的副市長李四川 去視察柏油馬路上面的 這5000個洞 那他選前 重批的這5000個坑洞 選後針對道路進去修補 有民眾卻發現說 有道路剛剛才鋪過柏油 很快就出現坑洞 12月20才鋪好 結果撐不到一個月 又出現了坑洞 這個品質有問題 結果新聞報導上架之後 大家發現12月20 韓國瑜還沒就任 所以12月20鋪的洞 應該是前任的代理市長 徐立民撲得動 似乎不能把這件事情 放在韓國瑜的頭上來檢驗 新聞馬上就被下架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 另外一個 這則新聞報導批評的是說 在高雄車站上面 掛了恭賀欣喜 這四個大字 可能是過年了 掛上這四個大字 結果就說 這樣的美學 高雄新車站掛出四大字 說和中國接軌 說這樣子的一個韓國瑜美學 是和中國接軌 網友說和中國連接了20年的質感 質感又來了 20年的質感回魚蛋了 認真想要搬離高雄 拜託可以拆掉嗎 請問恭賀欣喜這四個大字 問題到底在哪裡 三連新聞報導說 高雄新車站大廳中 擺放過年的擺飾 在高雄車站的標題下 掛了恭賀欣喜 不過不合網友的胃口 不合網友的胃口 這網友的胃口也滿奇怪的 他說怎麼會這樣 這是韓國瑜美學 結果後來發現高雄車站 是一個火車站 火車站是屬於交通部 鐵路局管轄 所以掛恭賀欣喜四個大字 不是韓國瑜的市府團隊 是交通部的鐵路局團隊 所掛的四個大字 從這兩則新聞報導 可以看出來 的確有很多人 要在雞蛋裡頭挑骨頭 不管你是鋪馬路 還是掛恭賀欣喜四個大字 通通要讓韓國瑜 在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議題上面 好像要說 這個韓國瑜的當選質感不佳 是這樣子嗎 有的時候我覺得這個報導 就是好像非洲豬瘟沒有來 但是豬腦袋已經來了 就是你老講我必須講 因為很多網友 反正搞不清楚狀況 反正躲在鍵盤裡面隨便發 什麼這跟中國接軌 你去看看你家門口 在過年的時候 有沒有恭賀欣喜對不對 一大堆或者春聯等等 那就代表說 我們就變成China time了嗎 就是變成中國城了嗎 至於天坑的部分 但這個部分是 為什麼拿掉 就是因為他12月20號 他還沒有就任 可是有一部分我其實是想提醒 這個韓國瑜這個小內閣 因為確實這5000個天坑 事實上是讓這隻韓國瑜 能夠當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可是因為韓國瑜在他的 內閣人士安排裡面 他並沒有做任何的清算跟鬥爭 也就是說並沒有把所有高雄市 原來留下的這些人士 他全部都拔掉 他事實上留用了非常多的人 其中有一位 現在擔任高雄市的主秘 他原來是誰 他原來是高雄市的副市長 對不對 叫楊明舟 我想這個麗娜一定非常清楚 公務局局長 對 你如果去看楊明舟 他過去的整個資歷 他全部都在公務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說這5000個天坑 要負責任的話 我認為楊明舟要負很大的責任 他從公務局的科長 做到養工處 做到公務局副局長 然後變成副市長 一路上來 工程都是他在管 我記得昨天同台的王世堅 他說他對柯文哲 其實是很仁慈的 觀察三個月才開始下手 我要提醒一下綠營的人士 現在剛剛修理已經講了 韓國瑜還不到30天 22天 對 你這麼短的觀察期 你如果就要出手 難免有時候可能會打到前草 因為你指引的這個點 可能是花他那個時候 做的事情未完待續 可能是那時候延續下來的 會打到自己人 我這一部分我倒是要去提醒 因為當然現在看起來 整個工程的部分是由李四川 李四川他當然也是專家 但騙不過他的法眼 可是過去5000個天坑 這些執行的單位的重要的人士 目前都還在高雄市政府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5000個天坑 雖然這個新聞下架了 可是因為補坑本來就是非常複雜 有很多還有包工程 有的時候是你的這些廠商 包下來之後什麼偷工減料 或者你知道以前我們就聽說 這個我想莉娜也非常熟悉 那有一些廠商就故意 就在下雨天之前去鋪 鋪完了之後就說是下雨天 就流失我要再鋪 就是來來回回就是要賺錢 可以追加預算 對 就是要賺錢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確實是 未來現在有很多人 是雞蛋裡挑骨頭 但是當這個整個5000個天坑 確實我認為是一個比較 就是未來人家去檢驗 整個韓國瑜內閣的執行的效力 尤其那個天坑是在馬路上 大家天天在跑在看的 是很容易去挑出來的 我覺得在硬體的 公共工程的部分 因為過去的政府 就城局政府的時代 是在做得太少 每一次我們在談 高雄的淹水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提一個數字 剛剛提到下水道 下水道 台北市的下水道接水 的普及率是96% 高雄是多少 我跟大家報告 高雄大概76% 你想想看這個差距就很大 剛才說韓國瑜說會不會去游泳 到下水道我覺得如果下水道有點危險 那個代表你們可能已經有水災了 所以你現在做這些接水管的工程 事實上你現在是有很多的成長的空間 那你大家記不記得就是所有的縣市首長 剛剛講說什麼馬英九 我記得還有圖醒澤什麼一大堆 就是說其實這也是縣市首長還做立倫 縣市首長很好作秀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就穿著青蛙裝 然後下去看你的這個下水道 是不是很通暢有沒有清淤 你們有沙發床 摩托車跟床面 你知道為什麼高雄真的有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上次淹水之後 他們就開始清 結果說什麼清到什麼 有沙發 腳踏車 什麼亂七八糟 那代表說你到底有沒有清淤 當然你一個是清淤 另外一個就是下水道的普及率 是絕對可以提升的 接管率 對 這個接管率是絕對可以提升的 我認為他也可以 他也許不可能在一年之內 全部把它鋪好 但是在預算上面 他絕對可以提出來 他絕對可以提出來 所以就是可以立刻達出一個成績單 那至於招商引資的部分 我也認為 其實剛剛特別講到日月光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 如果台灣的未來 不管從中央到地方執政 我覺得政府真的不要這樣的 就是非常的惡劣 你不要拿著你的行政的權利 因為你太容易去處罰 處分 取締等等 然後另外一邊 又要東要西 什麼都要 要不到就取締你 就開罰單 要得到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我認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剛剛講說為什麼這些企業 當他什麼要開工或什麼等等之類 他都要請陳其邁 他當然要請陳其邁 因為那個時候確實陳其邁的勝選的 可能性比較大一點 老實講 我覺得這三家企業 我認為這三家企業 都會配合韓國瑜 先不要管他們可能背景 也許他們並不是什麼真正的說 他是什麼長期民進黨支持者 事實上就真的很多就是 人在屋頁下不得不低頭 還有真的就是民不與官鬥 我沒有名其妙吃你那麼多罰單 日月光他雖然他最後 他最後是被判就是有罪 可是那個立大也很清楚 他的罰款 他那時候是天價罰款 超過一億的罰款 最高法院最後做成什麼決議 高雄是要還給人家 他說你罰的不對 那我請問你 你一家企業 為什麼最後最高行政法院會判到 說你罰款讓你把一億多的罰款 退回給這家企業 所以你是不是有濫用你的公權力 然後跟企業與取與求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執法當然要執法 但是執法不要 因為你自己拿了行政權利 然後你就覺得說 你就可以變成說 要逼得這個企業 要做一個政治性的選擇 或選舉的時候你就要去押寶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 海關瑜只要開大門走大陸 我認為企業會願意到 到高雄去投資的 剛剛洪威講到這個百日維新 非常的進擊 時間非常的短 其實還不到30天 25號就職到現在才20天而已 不是到30天 所以大家都很急 希望韓國瑜趕快做出一點成績 另外我們來看 這些反韓勢力反韓的報導 這個交通部美學 玉敏要不要在立法院質詢一下 這是交通部美學 不是韓國瑜團隊美學 我覺得綠營的人士 想要去找韓國瑜的茶 真的不要心太急 台語說吃快就撞破 就是你心太急的時候 一定會出錯 我覺得他們有一股風要帶什麼 就是說韓國瑜的執政 他是沒有美感的 是沒有質感的 然後用的藝人又是老藝人 然後就沒有幫高雄 帶出什麼新氣象 有一股風象要一直往這邊帶 所以一直去嘲笑說 你早的帶閻人 怎麼是老口口 平均那個大概年齡幾歲 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 這些藝人誰是誰 就是一直想要帶這一股風象 所以在這一股風象底下 他又開始去炒作 恭賀欣喜這四個字 沒想到沒有炒作成 然後倒打自己一把 坑洞其實也是 就是還搞不清楚狀況 就急著要出手 我覺得綠穎會出錯 通常都在這個時間犯錯 包括未來的質詢 就是這個 莉娜 你們要開這個臨時會 對不對 很多人已經磨刀霍霍了 我記得昨天同台的 這個王世堅他說 他對柯文哲其實是很仁慈的 觀察三個月才開始下售 我要提醒一下綠穎的人士 現在剛剛秀里已經講了 韓國瑜還不到30天 22天 對 你這麼短的觀察期 你如果就要出手 難免有時候可能會打到前朝 因為你指引的這個點 可能是花媽那個時候 做的事情未完待續 可能是那時候延續下來的 會打到自己人 所以真的我覺得 作為一個高雄現在綠營 作為一個反對黨 你監督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監督 一定是要根據事實 根據你掌握到的一些關鍵證據 你再來做質詢 如果不是 你想要先射箭再畫吧 我覺得可能自己 不見得會逃到什麼便宜 因為大家都看過 韓國瑜對戰的功力 他當時只是個北農總經理 王世堅是這麼資深的議員 兩個對戰起來 他完全一句問世堅情為何物 就把他打趴了 所以所有綠營的議員 磨刀霍霍的 最好你真的是自己 有三兩三的功夫 要不然不要上兩三 韓國瑜不是素人 我說實在他也不是柯文哲 跟柯文哲他老婆 他太太也不是素人 他們曾經都有政治歷練過 其實他政治Sense是非常清楚 他也很清楚說 大家會拿放大鏡顯微鏡去檢視他 所以我是一點都不擔心 更何況這些人的放大鏡 跟那個顯微鏡都過期 都有歪掉 那個聚焦都不準 亂照一通 所以就變成 我覺得他們這些人真的是 我這麼認真的服選都不如他 韓國瑜他的執政大腦沒有信心 本來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你選前講那麼多 這個看起來有點虛無飄渺的政見 可不可以落實 但是我覺得他當選之後 他沒有在這些事情上打賺太多 以剛剛我們講到的 他開始懂得去拜會企業的大佬 這個就是代表說他知道 高雄不是只有光拼觀光而已 因為之前綠營也一直批評他說 你只會搞觀光 觀光才占整個高雄的 實質的GDP 這不到5% 你怎麼幫大家拼經濟 我覺得他自己心裡 好像有一把尺 他知道說觀光當然需要拼 然後你說這個衛權龍如果復活 這是一種運動經濟 他又讓他的多元性再加上一層 然後企業的投資招商引資 他也覺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一些過去表態 支持綠營的企業 我覺得韓國有個好處 他滿會話敵為友 就是過去跟他採對立面的 他都願意去請益 然後虛心受教 然後把他拉進來 變成是整個高雄的團隊的一員 我覺得他這個態度 是在很多政治人物裡面 我覺得少見的 但是也值得大家學習的 真的 你要執政 你就是敵人要少一點 朋友多一點 所以即使過去立場不同 你懂得請益拜會 大家也就接受了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大高雄的團隊 但是韓國以外會不會有挑戰 我覺得還是會有 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大家這一種 綠營的人是一個要拉他後腿 一個要拉他的手 一個要掐他的脖子 就大家這樣子 這個巡猴工資的時候 他還是會有一點被拉住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高雄市民 可以有一個認知 高雄今天學了韓國瑜 要翻轉 要改變 我覺得支持一個市長 做一個對高雄好的事情 如果這一股力量一直在的話 即使反對黨有一些 可能不同的聲音意見要拉扯他 我覺得都不會形成是一個主流 這一點如果韓國瑜可以把握住 我覺得他可以很有節奏感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施政 包括他其實很善用 像莉娜這樣子的市議員 他還派他去新加坡 賣農產品 對 我覺得這一招 我覺得這一招也很好 因為韓國瑜他就只有一個人 大家都看到他很累 但是他怎麼樣善用他的團隊 包括如果連市議員 他都把他視為 是他執政團隊的一環 次度的分工 我覺得整個高雄 是集體作戰的 他應該還是可以做出一番成績的 大長 現在大家對於這個望智新切 所以時間感的感覺 好像說怎麼上任這麼久了 好像沒有看到成績單 一直追著跳到成績單 算一算才22天 一個上任22天的人 馬上要叫他交出一個成績單 應該連期中考的時間 應該也還很遠 這個就充分彰顯出 民進黨的兩套標準 很多事情都兩套標準 但是我覺得你在上台22天 不是上台 上台以前就開始黑了 比如說很多造假的一些新聞 像比如說他剛上台的時候 就說什麼他的就職日 要求高雄醫學院裡面的 工作人員要到場奉茶 這個韓國瑜官威好大 零零總總 這個我覺得就是顯示出 今天民進黨就是把韓國瑜 當成未來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這一點其實不奇怪 從馬英九時期就是這樣 從馬英九上台第一天開始 民進黨各式各樣的 總動員的攻擊就已經開始了 這是民進黨跟國民黨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 當民進黨的自己人 蔡英文上台的時候就怎麼樣 才坐三個月 給他坐坐看 不要這麼說不起 但是當不是民進黨的自己人的時候 那各種輸不起的話就來了 包括製造假新聞 來黑韓國瑜 都是其中一點 我覺得其實這個 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像新倔江商圈 那個時候 倔江商圈是私人的 是商家自己的 立了一個韓國瑜的力牌 這個時候就不得了了 這個韓國瑜超級沒有質感 高雄的質感都被你們毀魚一旦了 我們現在要從高雄離開了 我們要北漂了 那時候高雄市政府花了公堂 用很多的公堂 用城局的頭像 到處在做城局的一些廣告的時候 所有的推廣的市政 都有城局的頭像的時候 我想議員應該很清楚 這個時候有沒有美感 這個時候就不要講究美感了 這個時候就不是幫這個市長 自己推廣 所以我說很多事情 不要兩套標準 更何況新倔江商圈 當這個東西被人家罵說 沒有質感美感以後 倔江商圈說 這是我們私人花的錢 這不是市府花的錢 越罵是不是 對不起 看板換一個更大的 就是充分打臉這些酸民 我覺得今天就是選不到 然後就拚命的奚落人家 你要批評沒有問題 我們市政本來就是要監督的 但是請你在監督在點子上 而且你不要用造假的方式監督 我覺得我很同意 剛才王宏威議員講的一段話 就是說今天你當然說 我們不要分藍綠 我們就是拚經濟 但是我認為未來 民進黨會把所有高雄 市政不利的地方 包括今天像這個有洞 沒有鋪好 水泥沒有鋪好 天坑沒有鋪好 都已經在黑說是你 韓國瑜沒有鋪好 明明是過去 城局時代的一些作為 結果現在全部黑到韓國瑜身上 所以這樣的黑心話術不會減少 未來只會越來越多 而當你面對這樣的黑心話術的時候 如果你又用了前朝的官員在裡面 而沒有辦法去釐清責任歸屬的時候 對不起 你韓國瑜就會每天每日一打 每日一攻 你的聲望會慢慢的掉下來 這是他們的一個很明白的計策 今天人家就說你市政要有成果 你七一幣要不要有成果 老百姓為什麼希望你輪替 希望你把前朝的步伐 統統攤在陽光下 讓大家知道 這個不是光是要給 經濟上的一些紅利果實 你還要把揭蔽的弊端 讓老百姓了解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負責任的政治人物的作為 不過有些政治人物 好像是越打越紅 就是說你越打 然後你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去打 反而讓大家覺得說 大家都在攻擊他 所以就會更支持他 韓國瑜是這樣的政治人物嗎 如果韓國瑜很強 就會有你剛才講的那個效果 打不倒 因為你太強太棒 假設這些東西都很虛 很弱 就打不倒他 反而使他更強 對不對 當然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上 因為我也常常去上一些綠色媒體 就是說坦白講 他們現在新聞比較淡 因為找不到人修理 韓國瑜才上任二十幾天 他們也要找議題 所以太強太棒 比如說剛剛講天坑對不對 就打到自己 這個是張飛打岳飛 明明是在他就職前補的 你現在要黑他 這個我覺得政治工房難免會有 媒體間或是政治人物間都會有 你就打歪這件事情上會有 對 你不能歪樓 你打到自己 那就很糗 公賀欣喜 我剛剛本來要講 這也是糗幣了 公賀欣喜 總統府 我剛剛才上總統府的網頁 四個大字 公賀欣喜還有三隻小豬 這是今年蔡英文要的 春年的slogan 他今年不要那個什麼自製籃籃什麼 我意思是說如果這個可以打 為什麼沒有人去總統府去留言 說你也是 給蔡英文抹紅一下 所以這是兩套標準 公賀欣喜到底 為什麼跟中國接軌 真的也不懂 可能是那個 為了抹紅都可以講出來 可能是紅底金色的字 春年不都紅色的嗎 因為是兩旦共通的語言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是說這種攻防會有 但是不能亂打 譬如說前一陣子大家記得嗎 那個李嘉芬 就是那個韓國瑜的太太李嘉芬 他去參加那個公益活動 我也是在友台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大作文章 啪啪啪 外戚干政 對 外戚干政 結果我拿了兩個例子出來之後 他們就不敢講話 為什麼 如果你去比照過去那個什麼 陳水扁 他執政的時候 他當總統的時候 吳淑貞他也曾經去參加公益活動 然後內政部相關的官員也到了 甚至吳淑貞還帶隊 有一年帶隊殘障奧運會 他還是團長自己帶隊去 體育署的官員也是隨著他去 這個很正常 尤其是公益的活動 所以說像是 我一直說那為什麼 你為什麼一直把韓市長比總統 對 坦白講 你說政治人物的另外一半 哪怕是里長的夫人 他去做公益活動 你要去批評他什麼 你還刻意說要去干政 當然你就是要故意找閘 故意找閘我覺得OK 可是你至少要合理 你要讓人家能接受 就是您剛剛講的 就是假設這些東西 沒打到要害 你反而讓自己講 就是那個魏全龍的事情 我知道秀麗姐也是球迷 忠職的球迷 我覺得現在忠職 大家要第五隊 第六隊 已經講好久好久了 這是令人振奮的消息 對球迷而言 為什麼 因為四隊真的太少 打起來不夠精彩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很多事情 搭著寒風 寒流 好像很多不可能的事都變可能了 對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氛圍很好 如果韓國瑜能把高雄治理好 很多人願意來高雄 觀光 旅遊 定居等等都好 對不對 人口增加了 那他球迷的量會增加 他就撐得起一個中職的球隊 所以說我說這個是連帶的 過去沒有這樣的氛圍 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不會看不到 看不到第五隊 第六隊 現在有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中職能 有第五隊在高雄 我敢說 這個什麼 韓國瑜這個票會增加很多 因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這個是國球 台灣的球迷非常多 我覺得這一項 可以讓高雄人有歸屬感 有一支他們自己的球隊 沒錯 這個很重要 這個也是他一個很明確的政績 最後我要講 因為明年是豬年了 你要講三支小豬的故事嗎 沒有 我就說 我就剛好講 當然我們藍綠街 國民黨跟民進黨街 這個政黨街 本來政治上 本來就會有攻防 但是在豬年 不要當豬隊友 盡量要神救援 像到目前為止 比如說你說20幾天 你真的要打 也打不到什麼東西 就算要打 也要打得正確 打得準 打不準 最後就是打到自己 最後我同意剛才大佬講的話 事實上國民黨也很緊張 為什麼韓國瑜的表現好不好 當然影響到國民黨的選情 不過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這一些 這一些的不管是破糞 還是要抹黑 抹紅等等 這個都是什麼 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不是 你說這個是沒有美感 我們所有的紅包袋跟春聯 都請改一改好不好 不然都是沒有美感 沒有質感 我就不知道蔡英文 你的國慶日那種設計 到底有什麼美感可言 你那麼文青 請問一下自自然然 到底有多文藝氣息 多高尚 多高檔 所以我覺得用這種比較 這是步倫不類 最後罵到交通部剛好而已 我們剛才講了22天 就職22天的韓國 與大家意見這麼多 我們來講一個 一年多 300多天 沒辦法就職的管中民 在終於就職了一個禮拜之後 又發生了新的劇情 這個最新的劇情 就是監察院昨天以7比4 彈劾了管中民 原因是他在擔任國發會 主委期間 寫了專欄 然後領了稿費 這一個彈劾的委員會 是由陳詩夢所主持 看到陳詩夢 大家大概就了解說 這一個彈劾所為而來 他說監察院對管中民 擔任國發會主委期間 違反禁止兼職的規定 匿名為一週刊撰寫社論 月齡5萬3年獲利 190萬 如果是偶一為之沒問題了 但他是長期經常性的公稿 所以就依法彈劾 所以是因為他在一週刊 寫了一個專欄 然後認定這是公務員 違法兼職 那管中民這邊 第一時間的回應是說 他如果看到公文之後 還會再跟律師團討論 如何回應 不過律師團之前都已經寫過 相關的訴狀給監察院 不知道監察院有沒有收到 監察院這一次 彈劾管中民的理由 引用的是全序部的幾個函 包括了全序部的82025號函 告訴大家的是說 公務員私下打零工 如果本職無設保密性 及專業技術性 無損公務員尊嚴者 上非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第13條經營商業 及私下打零工 這算不算私下打零工 另外全序部 099-3185-240號韓說 公務員如果擔任電視 或廣播電台的節目主持人 性質應該屬於非常態 且未知心者違憲 這個就是俗說的彭文正條款 他擔任常態性的節目主持人 這到底算不算是兼職 彭文正因為同時擔任 政論節目主持人 跟台大的新聞所教授 教育部因此訂出的彭文正條款 說要非常態 未知心 他是常態 所以他當時被認定為是兼職 全序部第1553441號韓說 公務員在參加電視節目演出 就是一般上通告 業餘性質 而無金錢報酬之給付 不妨礙本職之工作 非違反不得兼職之規定 所以公務員參加電視節目的演出 要業餘性質 而且要沒有薪酬的報酬 才能夠算不是兼職 其實這整件事情到底寫稿 寫專欄這件事情 有沒有違反公務員不得兼職的規定 曾經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有過一個解釋 這是權序部去涵要求大法官會議解釋 大法官會議應該就是 已經是最高最高最高的 法令解釋機構了 應該不會有人比他還要高了 監察院應該也沒辦法超越 司法院的大法官會議 這個大法官會議解釋說 公務員不得兼任新聞紙類雜誌類的 編輯人發行人社長經理記者 及其他的職員 至於報社特邀專欄撰稿 如果不設職務之事 我尚無禁止 所以沒有禁止專欄的撰稿 但是監察院在提到說 管中民是違法兼職的時候 並沒有參考大法官的這一個解釋 所以這整件事情是不是所謂的 四大佬之怒的後續 這個後續在蔡英文總統說 我沒有同意管中民上任 是葉俊榮自己偷跑之後 監察院就做了彈劾的決議 這中間是有政治劇本的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說首先就權序部的 這幾個解釋 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就這個事情本身 管中民他其實毫無違法的事實 他也不是去一周刊 他不是去媒體上班 專門的撰稿 他基本上就是投稿 可能媒體給他稿費的方式 比較優渥 但是他並不是在那邊兼職 更何況已經有寫了 如果你是投稿的話 根本就是跟你的 反正他就是沒有違法的行為 好 那簡單講回來 這其實一模一樣的 跟他要去出任台大校長 他的整個的領選的過程 他的資格其實是完全合法 合乎規定的 他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為什麼他一年多沒有辦法上任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很簡單 就是綠營有很多人 把拿到政權了之後 包括像台大這種 與政治無涉的最高學術機關 他都要把它當作是好像 個人的私產或者是禁籃 所以在民進黨內或綠營內部 類似像李遠哲這種 自詩為學術上面的大佬 老大龍頭 所有全台灣都要聽他的 中研院的院長也要他指定 台大校長也必須是他的人 怎麼可以是一個 跟他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來當台大校長呢 所以開始私設刑堂 一路獵巫 一路追殺管中民 一路黨管 那到今天的監察院的做法 也是一模一樣 讓全台灣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可是我覺得很悲哀 民進黨內部的人 跟隨起舞 喊打喊殺 換了幾個教育部長 最後在民進黨徹底崩盤敗選之後 在清理戰場的這樣子的一個檔口 葉俊榮終於讓管中民上任了 就像他們終於把吳英明換掉一樣 可是四大佬依舊不爽 人就很怒 當時叫你們換管嗎 當教育部長你們不換 黨管黨的不力 然後現在又讓這個 根本選不上總統的蔡英文 無法連任的蔡英文 還想繼續連任 還讓管中民莫名其妙的上任了 所以四大佬他毫不忌諱 出來就講了 訓了總統一頓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悲哀 這些人毫無民主素養 毫無法治素養 而且他好像覺得他講什麼都是對的 他講什麼都是天條 我們所有人通通都要膜拜 通通都要跟詢 也不把民選的總統蔡英文放在眼裡 之前已經受到羞辱了 今天還是如此自意而為 但我覺得很悲哀的是蔡英文 即便是如此 他還是要講 還要在後面化蛇天竹 來個這個真的是很多餘 我當時其實是真的是不知道 我真的是被葉俊榮給突襲了 我也說不可以這樣子做 很後悔沒有打電話阻止他 到今天他還要演這一齣戲 我真的是覺得太悲哀了 一個民選的總統 而且他當時是大贏對手300多萬票 可是他卻沒有足夠的政治能量 來處理黨內的這些東西 包括吳英寧 包括管忠明 都不是在他的施政優先順序上面 更不是蔡英文主導的民進黨政府 想要開闢的戰場 但是他們都整個服怨黨被捲進去 而且在裡面 簡直是陷入18層地獄 無法翻身 今天又來了 我覺得怎麼會有一個政府 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 挾持致詞 那他們卻不能夠 迎面的去面對他們 那民進黨只要有一天 不管誰 從以前的陳水扁到今天蔡英文 我更不要講他們黨內其他的人 沒有一個有辦法來面對 這一群莫名其妙的人 這怎麼是民主獨流啊 就跟剛剛講的三立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什麼水準 這是什麼內容 三立的不達成就算了 這些都是 堂堂還得了諾貝爾獎 所以那他因為他不是諾貝爾民主獎 也不是諾貝爾和平獎 也不是諾貝爾法律獎 他的專業化學可能很厲害 但是其他的教改被他改了一塌糊塗 他根本就已經是變成台灣教改的罪人了 如今卻還是如此傲慢 不過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對韓國瑜一點都不擔心 也一點都不需要緊張 從他選舉不可能選上 他的命就很好 就有逆爭上緣 民進黨就不知道為什麼 吃錯了什麼藥 對 我覺得逆爭上緣 真的是這樣 民進黨就集體不知道吃錯什麼藥 只要遇到韓國瑜的時候 就出來亂罵一通 然後就越罵越紅 你想想看如果沒有邱燕 怎麼有今天的韓國瑜 所以今天這一群民進黨 然後什麼三立電視台 是一樣 他如果說認真問證 未來馬上要登場的 這些民進黨的市議員 想要紅最好的方法 就是搭上韓國瑜 要不然就當韓國瑜朋友 要不然就當韓國瑜敵人 就這麼簡單 但是問題是說 他們這麼瞎搞 我覺得就更不需要擔心韓國瑜 大佬不用煩惱一百天 他們這個人質感也不會提升 就是說他們亂韓國瑜 鬧韓國瑜的質感也就是這樣 也就只能這樣 也就一直會這樣 他這樣子下去 這韓國瑜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就是每天都高枕無憂 而且剛剛講到他太太 韓國瑜還出來講 他那一天坐車也不敢坐公務車 他就帶去的禮物 也是他們自己掏腰包 去跟契約熱捐來的 也沒有用一毛錢的公務預算 所以韓國瑜不是素人 我說實在 他也不是柯文哲跟柯文哲他老婆 他太太也不是素人 他們曾經都有政治歷練過 其實他政治誠實是非常清楚 他也很清楚說 大家會拿放大鏡顯微鏡去檢視他 所以我是一點都不擔心 更何況這些人的放大鏡 跟那個顯微鏡都過期都有歪掉 那個聚焦都不准 亂照一通 所以就變了 我覺得他們這些人真的是 我這麼認真的輔選都不如他們 他們的輔選比我去輔選有利多了 我到選舉後期我就有這樣的覺悟 你不要現在就開始推卸責任 不過這一次彈劾管中民 是不是這個四大佬的怒火難憑 所以一定要用彈劾這件事情 來平息四大佬之怒 我覺得知道跟這一群監察委員 直接的連結應該是沒有了 管案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案子 在監察院的手中 我覺得他起碼八分是政治 只有差不多兩分 或者兩分以下是法律 要不然你何以解釋投票的結果 這個所謂民進黨的蔡邦 陰系監委 對 陰系的監委 他們是有多少 有七 六加一 不是 不是 他們有兩個提案人不可以投票 所以有六個 最後是七比四 然後有一個是馬提名的 馬提名的 過來的 所以扣掉以後 大概民進黨所謂綠色的監委 幾乎都投出來了 馬英九的一共有幾個 有18個 18個這個院長副院長不投票 扣掉有16個 有16個竟然只投多少出來 只投4個 只投4票 一個跑掉了 只投4票 而那個跑掉的 我還去查了一下 那個跑掉的那個是檢察官 馬英九一共提了兩個檢察官 這是其中的一個 所以你不能說他沒有法學常識 也是他基於他的法學判斷 決定說他要跟綠營的投債 這個我們不知道 現在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說 這個監察委員告訴我 他們其實今天也覺得很窩囊 因為監察院現在這兩極化 高度政治化 讓屁股決定腦袋的情況的嚴重 我覺得比美國最高法院的不差 比我們台灣的最高法院 也差不多 你看那些意見 就是說到底你這個稿費 有沒有這個經常性 數目大不大 那是擴充解釋的 就朝那幾個方向 還有你匿名 你沒有匿名的話 你的作為就是媒體單位的一份子 這個類似的解釋 但是那個其實都有擴充解釋的味道 你要這樣擴大解釋 你的基礎就不夠穩固了 但是我還告訴大家 一個秘密 我告訴大家 如果觀眾們的所作所為 那台灣做類似事情的多不多 多 非常多 而且他的層次高不高 高 非常高 要有分量的人才可以擔任出兵 你曉得多高 很多 包括五院院長 連五院院長 部長 現在的五院院長有沒有不曉得 但是他們在很多在當學者 在當官的時候 用匿名寫專欄 寫社論的一大堆 要做就大家同一個標準來做 所以現在麻煩就在這裡 如果你工程會根據這個 然後處分他的話 那些人 那些人不在處理 被刺在等你 如果你不處分他 那監察院的這個是白幹的 又撕掉監察院的威信 所以這個either way都很奇怪 自死不休的追殺管宗明 結果你要陪葬的是誰 就要陪葬一大堆 這些學術界 大家其實都在做的事情 需要這樣子嗎 我們一直在講說 台灣真的不能再內耗了 我們要這樣繼續內耗嗎 學術要這樣繼續內耗 教育要這樣繼續內耗 我們監察委員 老實說 你今天如果監察委員做的事情 就是內耗的話 我還希望你乾脆不要做事情 監察院廢掉算了 藍的監委其實有要求 就是那個全序部的次長 還有這個人事總局的 他做成一個正式的書面的東西 但是那些書面的回答 不是 沒有書面的 就零零星星的徵詢的回答 他要統一做成一個書面的解釋 是有一大堆 但是都是個別的 個別的零星的解釋 對 就是這些零星的解釋 對 沒有辦法做總體的說說 你叫全序部一次把事情說清楚 這個到底有沒有 所以其中的委員就要求說 全序部你乾脆做一個整體的 書面的回答 到底這個有沒有違法 沒有做 所以我認為我的第一條件 這個要做 還有第二 我其實認為管爺 管爺應該要 好幾次你都不來 你應該講 如果那麼官民正在 沒有什麼不可以講的 你看他昨天這個談合案出來以後 他講說什麼 我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是下面四個字 前面是說要好好用名詞 好像他的意思就是名詞 小心用詞 小心用詞 我也搞不懂 我也搞不懂小心用詞 到底誰 誰沒有小心用詞 哪一個詞用錯了 媒體問他 然後他就直接講違法這類的 我認為身為台大校長 小心用詞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我聽懂 小心用詞很多人聽不懂 所以我認為 第一回答我的結論 就是說第一 管爺你說明 第二 這個什麼 這個權序部 權序部做一個書面的 他之前就說明過 沒有 書面沒有 他沒有做書 所以說有管爺說明過 我跟你講這兩個如果都做了 我就告訴你我的答案 所以你講這麼多你要告訴我們說 你不要告訴我們的意見 我跟你講你覺得這個 他要聽權序部的解釋完之後 他要告訴他的意見 你不覺得這個暗示有多難嗎 一旦進入到完全是政治 佔80%以上的這個學問裡頭 你說你沒有辦法評論誰對誰錯 是這個意思嗎 我當然有一點 其實我每天都在 這個好長一段時間 你每天都在改 我其實都有點搖擺 因為我要看當事人 還有看這些要指責他的人 他們的講法 他們的立場 到底有多站得住腳 所以我沒有辦法 永遠說站在管爺這邊 或是反他一邊 那我就變成跟大家一樣了 我其實我都在看 但是到昨天這個演變 我其實真的真的覺得說 連監察委員都沒有把 他們自己想要講的東西 或是哪些人也犯了同樣的東西 都很坦白的告訴全國人民 連這個他們都有機會 他們都有估計 他們都不要講 那這個不是 不值得評論 他們沒有調查 他們沒有辦法調查 在剛才那兩個條件成立之前 我們都當作你沒有評論這件事情 那兩個條件成立之後 他講很久 不是 我評論不評論都沒什麼用 因為你等於沒評論 這件事情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我覺得接下來當然就是看工程會 我覺得如果我們對於政府部門 還有一絲的期待 就是你專業獨立超然的 一個做出來的決策 才會讓大家幸福 今天監察院為什麼淪落至此 我覺得它已經變成是一個 政治的角力場了 過去我們對於監察院的期待 不是這樣子 要多麼高風亮節的人士 才可以升任我們的監察委員 但是後來包括蔡政府提的 這一些監委的名單 真的不堪文問 有一些人他真的自以為 他可以坐在監委的這個位置嗎 包括陳詩夢先生 他自己的既定的立場 奪我們的鮮明 他就是帶著政治任務而來的 他就大啦啦的告訴你 怎麼樣 反正國會裡面民進黨最大黨 他們都挺我 蔡總統挺我 民進黨挺我 沒有人敢動我 我就照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監察院 淪落到這個樣子 真的是讓人家非常的痛心 所以監察院現在所做出來的 監察報告 有沒有社會公信力 我覺得這是今天最大的問題 今天為什麼他們昨天 7比4彈劾案出來之後 不是社會應得社會 一致的肯定跟掌聲 因為他報告本身也出現了問題 自己的政治立場也經不起檢驗 請問大家 一個由陳詩夢擔任主席 坐在那邊召開完的一個監察院的 報告的會議 台灣民眾要相信多少 這個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 所以監察院如果他的公信力 沒有辦法重新找回來 我覺得未來任何監委 做出來的調查報告 台灣人民只是看一看而已 但是不會把他的結論 作為是一種正義公平專業的結論 我覺得這是最慘的 我們付了那麼多錢 然後養這麼多的監委 結果他們做出來的報告 是沒有人要相信的 然後經不起社會檢驗的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回到行政機關 如果監察院不可信 回到工程會 工程會我覺得他現在 就肩負一個很大責任 既然監察院這個報告 已經被質疑 包括全序部連續那麼多的函視 他都刻意的忽視 而選擇自己 剛剛大腦有講 他擴張解釋 他自己在往上延伸 我認為你匿名就是違法 我認為你有領這麼多稿費 就是違法 然後他就不去看到真實的 益州刊本身是怎麼樣的說法 管宗明透過律師是怎麼樣的說法 都不足以采信 他只相信他自己所認定的事實 回到工程會 工程會會不會如法炮製 還是工程會可以回到一個 真正的行政中立 你今天要擔任一個懲戒的單位 你的公信力 你的專業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工程會針對目前整個社會 包括管宗明的律師提出來 還有現在權序部已經做成 大法官會議解釋 所做成的這些函視 你工程會你一個一個 請你仔細的閱讀 而且必要的時候 權序部監委也有監委指出來 你權序部你根本沒有做一個 很完整的書面的論述 到底今天一個政務官 這樣子的一個投稿 如果他是多次性的投稿 這構不構成是違法 你要講 因為過去的韓氏是告訴大家 投稿的這個行為本身 是沒有問題的 除非你今天是擔任報社的編輯 甚至擔任兼任的記者 也就是說你直接領的是 你是屬於報社的一份子 領這個薪水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主筆 他是要聘一些真的很有才華 你寫得出東西的人 他是外聘你 尊重你 然後給你稿費的方式 來維持這種合作關係 竹筆絕對不是報社聘的兼職人員 我想這個在業界 大家應該都懂吧 所以剛剛才會講說 很多人在社會上 有一定的學術上的成就 專業領域有成就 他才夠格 或是說你在政治實務 是非常有見解 你才夠格 可以到擔任一個竹筆的角色 而過去我們看到很多雜誌 就是他的編輯 他的主筆 因為他是輪流主筆的方式 他當然不會一直掛名 他就是以一個報社的名稱 或者雜誌的名稱 這個專欄 就是這樣子出現的 所以你今天硬要把這個 把它視為說 他是這一個公司的一份子 你這個抓到 你就是在這裡兼職 我覺得這真的是有點牽強 未來如果要斷除 這件事情的話 我認為權序部的責任非常重大 你就同意做出解釋吧 對 要不然將來政務官有才華 有才能的人 連投一篇稿都不行 因為他的稿子太好了 所以他每個月都要被刊登的時候 他就說你這個叫做兼職 人家因為他的文章夠有那個分量 因為給他好一點的稿籌跟薪水 就說你這個金額太高 所以你這個叫做兼職 我覺得如果要這麼過度的 催毛求疵 我很擔心 將來我們的行政團隊 找不到很優秀的人才 因為這一些可能在業界 他很優秀的人才 不是只有我們政府部門看中他 外面的人也會覺得說 他的文章如果論述是有力道的 有見解的 很希望他投稿 難道這樣子對整個政府部門 會拖垮 會不好嗎 會影響他的行政績效嗎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是可以論理論得非常清楚明白的 但是我覺得很遺憾是 這一些監委們為了去 扯管中民的後腿 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形容成說 管中民多麼的貪財 他什麼錢都要賺 連這種錢都要賺 我覺得綠營的有一些立委 是這樣子的講法 我真的覺得這種說法 就是不堪入目 不要用這樣子形容詞 來形容一個有學術地位的人 他透過撰文 然後被欣賞 然後就要用這樣去栽贓他 這個其實是不應該這麼做 主持人 我簡單補充一下 差不多同一個時段 依傳媒也offer叫我每一個禮拜 寫一篇一萬塊 可是你沒有當國發會主委 我跟你講 薪酬很高 薪酬很高 這個不是我的重點 當然這就是說登不登 你反正一個禮拜一篇就是一萬塊 我拒絕了 為什麼 因為時間的壓力讓我每一個禮拜 非講不可 非解不可 這個我不幹 還有第二點我要強調的 就是說你剛才說高峰諒解 就沒有當監察委員 我很高峰諒解 我在馬政府的時代 我都過不了 現在這個還不重要 不是說我很想當監察委員 現在重點在 馬英九提名的18個監委裡頭 扣掉政府院長還有16個 這16個才集出4票 所以今天甚至有人講這個講法 我當然不接受 他們說是你國民黨放水的 不是民進黨那個6票團結的 這個當然不是這樣 但是你們是不是要檢討一下 國民黨提名的監察委員 到底在幹嘛 因為我曉得民進黨這邊 他們有一個群組 他們就一直在 也許說要補充 要補充 大家要來 這個假期動員 監察委員也許有假期動員 你要查查 是不是國民黨的監察員 沒有那麼惡劣 所以他們沒有假期動員 還是國民黨提名的監察委員 一直都很偷懶 一直都很懶惰 我覺得你們好去查查一下 馬英九提名的監察委員 他們的請假率 他們的缺席率 他們就是說可以作為 而不作為不來開後的 到底是不是 從這個案子來 之所以這個彈劾案會 你為什麼把監察院 變成了立法院 不是 彈劾案 你們不要忽略一個事實 當然綠營的監察委員 這故意要搞管中美 這樣夠了吧 我這樣講夠了吧 但是馬英九的委員 如果真的沒有五個請假 五個請假 而且最後兩個都在最後一天請假 讓他來不及補的話 這個案不會過的 你知道嗎 這個案不會過的 我補充一下 因為剛才沈大佬的講法 感覺說因為本來馬英九 現在提名的還有18個 扣除掉政府院長之外 還有16個 結果因為最後是7比4 所以你看16個馬英九 提名的只投出4票 你要抽籤的那個 我都算進去了 沒有 我要講 因為這個是中間有一些出路 因為他們事實上 現在就是說所有的彈劾的案子 他大概是9到13個人 所以他不會說 全部的監察委員都通知 這一次確實變成是一個 就是說最後通過 原來一些馬英九當時 當然他就這樣 好 我把簡約之蔡系跟馬系 馬系的監委確實有很多事 比如說臨時 就是因為你通知我 他也沒有告訴你 他也沒有告訴你說 今天我要彈劾誰 我要彈劾什麼案子 他可能請假的請假 出國的出國等等之類 至於沈大老說 要好好去查一下 這些馬系的監委有沒有在偷懶 有沒有這個通通出議率很低 這個我沒有意見 我覺得也應該去 就是說我們監察委員 也是我們納稅人在奉養的 你們是不是常常都在請假 常常在出國 該開會的時候不去開會 我覺得這個也應該可以了解 但是我覺得我剛剛為什麼要講 就是說他今天你不能說16個裡面 只投出4個 而我老講 沈大老我也有去了解一下 我有問一些媒體 專門跑監察院媒體 都資深的媒體人 他們的說法是說 確實他們的感受到就是 原來的馬系立委比較鬆散 所以這次大家完全沒有警覺性 反而所有的蔡系的監委 全部都出席 這裡面當然有沒有可能就是 包含因為提案人士 就是王又齡跟蔡崇義 提案人比如說我們都比較好 平常都很好 因為我們都是新進來的 到時候通知你們要出席 要出席 要出席 不要隨便出國 我們都要出席 因為我正好在調查這個案子 可能我就要彈劾就是在這幾天 你們通知你們都要出席 因為他們是知道的 因為他按照座位席次 所以他知道優先的 這9個人 這13個人 他知道是哪幾個人 通知你 所以他們都出席了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你可以講說馬系立委 當然這次有一個人跑票 對不起 馬系監委有一個人跑票 也許他也比較鬆散 蔡系的這些監委比較團結 我們要彈劾誰 我們就大家一起團結力量大 我們就扳倒他 但是監察院裡面照理說 不應該像立法院裡面 什麼有黨團 還有假洞 這不合理 對不對 我們要依法 因為你今天你要整次官徵 也要依法而做 剛才大家談到就是說 這一次的彈劾的結果 最被人詬病的地方 就是他如果違反公務人員服務法 堅持相關的規定的話 這個的主管機關 還有他應該去解釋的單位是誰 不應該是監察院 不應該是監察委員 他一定要去找主管機關 沒有錯 他找了財政部 對不起 權序部的次長 找了人事總處的處長 你們來各書幾件 這個是意見 就是我們開會意見 可是他有沒有違反相關規定 他總是應該要請權序部 用公文來 如果我根據權序部的解釋 就是如此 雖然你們引用什麼民國32年 以前的 都是舊函 但是我有最新的解釋 這樣也說得過去 但是有沒有 沒有 這次並沒有 那感覺上就是高度的政治性 如沈大老鼠說 高度的政治性 這個政治性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繼續追殺 就是把管的part 2 就是雖然現在葉俊榮放水 可是我們就是不爽 我們就看你就是不爽 我還是要再來拔你一次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把管過去大家談到 我們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不要說台大付出代價 還有最重要 你過去把管的理由 第一個說什麼 你什麼當讀懂 兼職當讀懂 一查下來一大堆的 尤其台大最多 一大堆的這些教授 通通都在那邊讀懂 那你是不是要趕進殺學 嚇到了 我們不要用這個理由 再來說怎麼你到 大陸的學校去講座 去監客 一查下來 結果連這些俊榮自己都是 我們又不能追殺了 這個又不能追殺了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你現在又用這個理由說 寫專欄 我們剛剛有提到 事實上現在 包含現在國內的這些 而且你要人家 人家花這麼多的錢 請你寫專欄 請你寫社論 你一定要是大牌的 你小牌的他幹嘛請你 對不對 也不會花這麼多錢 所以又有一大堆 所以我要講說 你們為了追殺一個管中民 然後把台灣的學術界 教育界 原來大家在做的 比如說包含產學合作 或者是說有講座 兩岸的學術交流的部分 或者現在就說 有一些他可以透過 不管是他出書 或者寫專欄 寫社論 來爭貶時事 然後把一些意見 把你的專業意見呈現出來 通通追殺了 也就是說你今天為什麼需要 就是因為你不爽管中民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討厭管中民 然後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 是不停休的 就是致死不休的追殺管中民 結果你要陪葬的是誰 就要陪葬一大堆 這些學術界 大家其實都在做的事情 需要這樣子嗎 我們一直在講說 台灣真的不能再內耗了 我們要這樣繼續內耗嗎 學術要這樣繼續內耗 教育要這樣繼續內耗 我們監察委員 老實說 你今天如果監察委員做的事情 就是內耗的話 我還希望你乾脆不要做事情了 監察委員廢掉算了 我現在都真的都覺得 乾脆要因為廢掉算了 你現在幹嘛對不對 你越處帶跑 根本不是你的 你如果真的要說什麼 要展示觀針 你連全訓部的公文都拿不到 然後你就敢彈劾別人 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有這樣的監察委員嗎 真的監察委員廢掉算了 請問有沒有總統府 秘書長辦公室 或國安會秘書長辦公室 主任這個職稱 有沒有 沒有 我查過 這個是黑官 這也是對外的業務代表 對 類似 他事實上大概就是用專員 專員或者是研究員的編制 去做這個位置 對 機要 對 所以說你要說 拿這個 約聘人員 約聘人員 拿這個來說服我說 他好像做 你以前做過很厲害的職務 所以很適任這個位置 鬼扯 那來看這一個標準 趙宜祥 到華府去當政治組組長 這個有沒有佔事務官的缺 因為這件事情現在整個民黨政府 用非常非常非常寬鬆的標準 告訴大家說 趙宜祥佔的不是一個主管缺 外交部一個最新的公文說 現在駐外機關的分單位辦事 對外的名稱 及業務權責機關的歸屬 是以編組來表定之 所以組長不是主管 所謂外交部可以因業務需求 給予駐外人員適當的名義 對外或是予以加賢 現在堅持這個趙宜祥 口一哥的政治組組長的職務 只是一個加賢 不是一個編制上面 正式的主管職務 駐美代表處的組長 是涉外機構對外交涉業務 需要的對外名義 不是編制的職稱 如果他不是編制職稱的話 那政治組組底下的有10位組員 這些組員到底歸誰管 不歸他的組長管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 正式的編制職稱 他只是一個對外稱組長 對內不管組員 是這樣子嗎 如果把管中民 公務員兼不兼職的標準 跟趙宜祥 是不是編制組管的標準拿來看 這兩個標準 一個應該是在這裡的300公里 一個在另外一邊的300公里 不只是口一哥這個事件 我們看到最近黨產會也是 你這個監察院要不要管一管 這個以查黨產為由 到帛琉去度假 然後只有半天 再去管這個黨產的事情 兩天半都在觀光 請問監察院在幹嘛 不過我還是要勸洪偉姐 不要太 因為這個事情太生氣 就說要把監察院廢掉 我們現在還是以五權分立的 我要講的原因是什麼 監察院可能還有它存在必要 原因是當行政 立法 司法 司法現在某種部分 也已經被民黨給挾持了 很多司法的案件也不見得 能夠公正的處理 這時候如果再沒有監察院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微薄 當然他的力量很微薄 可能委員裡面有一些 也非常不適任 比如說像蔡英文提的 這個我講白了 就完全是政治打手 就是說你其他的東西 你都看不見 你只看得見顏色不對的人 我要講口一哥這個事件 就是說今天講得好像他非常委屈 但是我認為台灣有個慣例 就是說民進黨向來說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是有尊嚴的台灣人 請問一下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在選前都要去美國報告 這已經形成一種 不成文的慣例了 今天這麼多的外國人 這麼多的這些知名的 外國的政治界的 派到台灣來的代表也好等等 都在力挺口一哥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 這不由得讓我們想到 戰國時期有一個非常著名的 長平之戰 長平之戰就是因為 秦國用了離間記 最後沒有用臉譜 用了一個只會紙上談兵的照顧 最後被圍堅40萬人 所以這些外國人 從選前到現在口一哥的事件 都在干涉台灣內政 不是嗎 都在干涉台灣 為什麼很喜歡口一哥 為什麼要舉長平之戰 因為一個越沒有能力去周旋 對不起 他今天到美國 去擔任政治組組長 跟他在台灣擔任吳釗燮的助理 是完全兩碼子勢 非常清楚的 你要到美國國會去 跟那麼多的人去周旋 去維護台灣的利益 跟你在台灣這邊 很容易的幫外國駐台的這些人 比如說AIT駐台的這些人 去跟蔡政府周旋 你當然可以獲得 吳釗燮充分的授權 而在這充分的授權裡面 都是犧牲了專業的外交人員 今天變成我們所有的外交人員 都沒有錄用 只有透過一個特別助理 可以上達天廳 我就覺得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今天不是說年輕人 就不可以當政治組的組長 而是你要透過考試 今天所有的年輕人 如果你今天在你這個年紀 通過你的能力 都通過了外交特考 我們不管你是不是多年輕 或是多年長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們能不能升任 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也許今天我們的對美關係 當可以連趙怡翔都可以出去 當政治組組長的時候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蔡政府 今天對美國人就是唯命是仇 包括我們所有的總統 要選舉前要去跟美國人去報告 我們的任命的政治組組長 要由外國人來力挺 我們台灣要不要廢死 要你外國人來說三道四 我們真的是一個有主權尊嚴的國家嗎 真的是像你民進黨講的嗎 還是說因為你用他的原因 他沒有資深外交經歷 而你覺得他可以用 是因為從此以後 我們反正就是對美國唯命是從了 美國說一 我們不敢說二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 非常有外交資歷的人 去出任政治組組長 民進黨今天從趙怡翔事件也好 或者是管中敏事件也好 就是侵我者 逆我者亡 不就是這樣子嗎 只要同意我民進黨的做法 通通不管你資歷如何 都可以獲得派任 這是給年輕人一個希望 給年輕人一個鼓舞 還是你去抹煞了所有老老實實 從基層做起 去通過考試的年輕人 我覺得全國的年輕朋友 要好好想一想 現在當然不只是 外交部立庭口藝哥 包括了一些外國媒體記者 在台灣的德國記者推文表示 他是年輕記者的時候就認識他 然後年輕外交官 為台灣服務還放棄加拿大國籍 然後英國每日電訊報駐台記者 通通都是駐台記者 駐台記者史密斯也推文說 他是台灣最聰明 最優秀的外交官努力工作 外交官的人脈非常好 去哪裡都有資格代表台灣 現在的批評真是夠了 然後美國的智庫學者格萊伊 就跟著史密斯的推文說 現在在這裡攻擊 趙怡翔的毫無根據 台灣媒體在這裡扮演的是 一個非常可恥的角色 所以所有批評趙怡翔的人 都很可恥嗎 值得 趙怡翔有一些國外友人 在發文支持他 我就表示尊重 我也會有朋友 我的朋友也很推崇我 可是並不代表我可以去做 這支組的組長 這是兩回事 就是說你看外交部現在挺趙怡翔 我就已經荒腔走板了 就剛才講了說 他在講說他的這個什麼 趙怡翔去做政治組組長 非編制職務 位列職等 職一個對外民意等等 可是不要忘記了 你過去政治組的組長 都是什麼樣的人在做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問題的焦點在於說 到底趙怡翔有沒有這個能力 我坦白講 雖然他那麼年輕 那麼帥 然後就這個可以一步登天 去當這個政治組組長 我還是心裡有點羨慕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能力 那我就閉嘴了 可是你從他的所有整個資歷 你看不出來 為什麼非得要不可 我很想問趙怡翔一件事就好 請問他到底對美國了解多少 你在美國念書嗎 這個問題不好 他會說I understand a lot 不是 你要證明給我看 在美國念書 沒有 他在英國求學 在加拿大留學 你在美國待過住過嗎 沒有 我說這已經是基本的 即便之前有人說金普松什麼 也不是那什麼 可是好歹在美國拿到博士 你說他對美國還是有點了解 所以說你從他的從政經歷等等 你看不出來 他有什麼特殊才能的地方 所以你覺得他應該住英國 說服力還稍微高一點點 可是好 那你在看 外交部說什麼 趙怡翔很棒 他做過總統府 秘書長辦公室的主任 做過國安會秘書長辦公室 事實上就是什麼 吳釗燮的小羅羅 那我再問 請問有沒有總統府秘書長辦公室 或國安會秘書長辦公室 主任這個職稱 有沒有 沒有 我查過 這個是黑官 這也是對外的業務代表 對 類似 他事實上大概就是用專員 專員或者是研究員的編制 去做這個位置 機要 對 所以說你要說拿這個 約聘人員 約聘人員 拿這個來說服我說 他好像做你以前做過 很厲害的職務 所以很適任這個位置 鬼扯 事實上我前幾天發文 我痛癖外交部 為什麼 我覺得你要挺他 可以 可是你要講一些理由 讓我們稍微 比較聽得進去的 他說什麼 他鹹熟北緬業務 我就不講 剛好我講 沒有辦法證明他鹹熟北緬業務 美方人員占譽有加 有 葛萊姨占譽有加 我這要講 要外交部講完之後 就我這些發文了 就占譽有加來了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 說得好的 可是這一些他的好朋友 你要告訴我說 這是美方的重要人士 國會議員還是什麼 國務院什麼來支持他 也沒有 你現在互換川普站出來頂他 對 我馬上閉嘴 對不對 然後最噁心的是什麼 外交部形容趙宜祥說什麼 對外交事務有 極大的注意 極大 天啊 如果極大的注意 讓他去做政策組長 太埋沒人才了 應該讓他去做副代表 還真的有 中美代表就可以了 差一點是中美副代表 對 吳昭燮這兩天有爆料 說他本來想要讓他去做副代表 真的是更離譜 吳昭燮在告訴我們什麼 他說趙宜祥委屈了 我本來要去讓他做副代表的 現在做政策組長 你們在叫什麼叫 我真的真的很離譜 當然不用講 就是說他的這樣的升官 破壞制度 對不對 你讓一些外交特考進來的 很辛辛苦苦 我在外交部很多朋友 這個歲數 這個資歷在幹嘛 如果派到美國 頂多做三等祕書 所以外交會說 沒有 他只有做一等之役 一等之役沒有很大 什麼 見鬼了 一等之役 你要來 回國內三年 外派六年 第三次才做到一等祕書 我們駐美代表處是什麼館 天下第一館 光駐美代表處 你知道編制多少人嗎 一百多人 光一百多人的大的編制 結果他一去馬上